大家都听过一个俗语 那就是女人心 海底针 这话的意思是 女人都是比较复杂的动物 心里藏匿着很多小心思 让人难以猜透 在很多时候 男人都读不懂 女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其实 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有迹可循的 只要自己多用点心 就能够读懂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了解的更多 也会让我们在感情中能够发现 女人是否真的深爱着自己 若是不然 也可以做到及时止损 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女人的哪些行为是不爱你的表现吧 从而防止感情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亲热时 女人有这三个动作 是不爱你 亦有排斥的行为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 女人的大脑里会分泌出让她觉得快乐的多巴胺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之间能够有一些亲密暧昧的举动 那么她大脑里就会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 让她感受到更加身心愉悦 可一旦她的心里没有你 那么她在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 就不会感受到巨大的快乐 反而还会因为你们之间的亲密接触而感到痛苦跟抵触 没有人不喜欢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亲热 除非那个人 她已经不爱了 所以才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取到幸福的快感 所以当她对你的亲热行为有所排斥时 你最好给足她尊重 否则她心里可能会更加讨厌你 二 而想赶快结束 跟爱人在一起亲密接触 原本是一件能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 可如果一个女人心里没有你的位置 那么对于她来说 这种亲密接触就是一种折磨 她无法从中得到应有的快乐 反而会因为心理上的负担而变得郁郁寡欢 享受不了其中的乐趣 所以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亲热的时候 你不妨注意一下 对方是否会配合你 或者会不会主动贴近你 主动陶醉其中 如果她没有主动 反而一直都表现得无动于衷 随便你怎么做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感受得到 她其实并不喜欢跟你亲热 她表面看上去的配合 其实只是想要快点结束而已 一个不想跟你有亲热举动的女人 心里确确实实是不爱你的 爱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跟她在一起做很多事情 可不爱的时候 是无论做什么都不想和她有交集的 三拒绝你 女人在感情上虽然鲜少主动 也不会让人感受到 她对于亲热行为的太多热情 可当她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她除了在精神上 想要跟对方引起共鸣以外 在肉体上 她也期待你们两个人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假使她对跟你去进行亲热行为 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的诉求 或者是态度严肃地直接拒绝掉你了 那么你就不能再去打扰对方了 因为她心里还没有正式接受你 对你的爱也没有深刻到 要将自己托付给你 在男女感情上 要想看出一个女人到底够不够爱你 其实只要看她愿不愿意跟你亲热就够了 爱是相互吸引的 不爱时才是相互排斥 她或许有的时候会看不清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但是行为上的反应却是最真实的 在亲热时 女人有了以上三个动作 那么她根本不爱你 那么在发生关系前 又会有哪些表现能够佐证我们的判断呢 二 发生关系前 女人如果有这三种表现 无疑没有深爱着你 感情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莫过于拥有对方的全部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如果没有走到最后一步 那其实是没有资格说深爱着对方 也没有资格说在一起过 所谓爱情 自然是需要独一无二地拥有过对方 才算是真正爱过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在一起 都意味着能有很长远的未来 有的人 保持着距离交往时 方才最美好 一旦靠得太近了 反倒很容易出问题 当然 有的人之所以会主动靠近你 或者不拒绝你的靠近 并不是因为真的爱你 也有可能是你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一旦得到了 他就会头也不回地离开 一般来说 在发生关系之前 一个女人如果有这三种表现 意味着并没有深爱着你 一想方设法让你为了他花钱 的确向爱自己的男人要钱花 是女人天经地义的选择 他也有这样的权利 是想想如果他跟你在一起了 不仅你不会养他 甚至还要让他来养你 在当今的社会上 这基本不太可能 遇见爱情这件事情 对于女人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 其中自然会有物质层面上的需求 所以说 在发生关系之前 女人如果并不是以平等的身份 和你交往 相反 总是让你替他买单 想方设法让你为了他花钱 一旦有这样的表现 那不用怀疑了 他并没有深爱着你 否则 他就算会花你的钱 也一定会心疼你赚钱不容易 更会主动地替你省钱 二 身边还有暧昧不清的对象 一个女人的心里 如果真的爱上了一个人 那他自然就不会再对其他人产生想法 哪怕他爱上的那个人 长得并不帅 也没有很优秀 但仍旧会是他的世界里最美好的存在 女人面对爱情 往往和男人不一样 男人通常是要先得到女人之后 方才会肯定对他的深爱 而女人则是在心里肯定之后 才会想要得到这个男人 所以说 在发生关系之前 女人如果并没有肯定对你的爱 甚至身边还有暧昧不清的对象 不管是他的前任 还是所谓的男闺蜜 但凡有这样的表现 那他就不可能深爱着你 也许 哪怕和你距离在近 在他的眼里 你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随时可用的替代品罢了 三明却说过他不会嫁给你 女人常常是口是心非的 他说他不爱你 也许只是因为你惹他生气了 并不是真的不爱你 但是 如果他说了他不会嫁给你 那便意味着 至少在此时 你并不是他心目中唯一的人选 是想想一个女人允许你靠近了 却不曾想过要和你一辈子在一起 那他到底是图什么 肯定只是让你来解读他一时的寂寞 但绝对不会让你常住在他的心里 所以说在发生关系前 女人如果要你保证以后只对他一个人好 一定要娶他回家 那他必定是深深爱上你了 相反 如果他很明确地对你说他不会嫁给你 那也说明他并没有深爱着你 和你在一起 也只不过是玩玩而已 别太认真 三 发生关系后 女人有这三种表现 说明他心里没你 男人别不信 其实男人和女人在交往一段时间后 往往会去一些比较浪漫的地点约会 在那种微醺的气氛下 两个人就很容易发生关系 很多男人都觉得 到了这一步 是否也说明 两个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了呢 对方是否离不开自己了呢 这个答案往往都是不确定的 男女在发生关系后 女人假如有这三种表现 说明他心里没你 男人别不信啊 第一种 依然和你保持暧昧的状态 不愿意明确你们之间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 男女一旦发生关系后 女人就会对你产生很深的依赖 因为他觉得 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他也应该对你卸下心房 把自己的心里话 一一速说给你听 可是 如果你发现 你们已经发生关系了 可那个女人依然不怎么愿意 和你保持联系 你问他 我们之间是否是男女朋友 他也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一旦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就说明 他心里没你 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 如果你再苦苦纠缠 他甚至会对你产生厌恶 第二种 时常在你面前提起前男友 在很多时候 你们发生关系了 对方就会默默把自己的整颗心托付给你 还会在心里默默筹划 你们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以后该如何相处 如果说 对方时常在你面前提起前男友 表明他对前男友一直念念不忘 因为 你在为他做很多事情后 他就会把你和他的前男友做比较 看你们哪一个对他更好 如果说 他觉得你做得不够好 就会时常在你面前提起前男友 这也就表示 他心里压根没有你 难道你愿意 活在另一个男人的阴影之下吗 第三种 和其他男人吃饭 约会 如果说 一个女人 一旦把你放在心上 他就会一心一意地对你好 他知道 你是他的男朋友 他会刻意地和其他异性 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果说 你们在发生关系以后 他继续和其他男人吃饭 约会 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吃饭 这有何不可 这样的态度 表明他完全没把你放在心上 你对他而言 就是一个无足挂齿的人 每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 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人 对待感情是非常慎重的 有一些人对待感情 却显得有些随意 所以说 如果你发现 跟你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 并没有把你当一回事 那你就坚定地离开 不要再苦苦纠缠对方 否则的话 你在一段感情里 就会显得很狼狈 很失态 希望大家在爱情的路途中 都能够少走一点弯路 判断一个人爱不爱你 除了说出口的语言外 更重要的是 日常生活里 爱你的方式 细节和行动才是关键 尤其是在深夜入睡前后的行为 更能反映最真实的状态 最能看清 对方是爱还是不爱了 变心是本能 忠诚是选择 很开心你能来 不遗憾你走开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心灵奇旅 一 床上这六种姿势 男女都舒服 这些技巧 男人千万要懂 大家都知道 耳听不一定为真 眼见不一定为实 情侣之间表面的做法 不一定就是 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貌合神离是常有的事 只是当事人心里不知道 那么 你的另一半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你在对方心目中 占据着怎么样的位置呢 六种睡姿 帮你解读你们的关系 快看看你和你的另一半是哪种吧 一 霸道式的睡姿 成年人的日常生活 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所占据了 剩下的时间 除了陪伴爱人 更多的是睡眠时间 往往人们在忙碌了一天后 身心疲惫地回到家 他只渴望躺在沙发上或者床上 又或是不想和别人说话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肆意地放下戒备 让自己处于轻松自在的氛围中 而此时 人们更喜欢大字形的睡姿 这样会让人彻底放松 但这样的睡姿 却是自私的 因为这样的睡姿 就等同于霸占了整张床 让自己的伴侣无处可睡 或是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情绪 是很容易伤害对方的 二 被靠背睡 相爱的两人 若是长期以被靠背的姿势睡觉 那么很可能会让彼此的感情 渐行渐远 因为这样的睡姿会让彼此缺乏交流 亲密度也会慢慢消失 若是偶尔出现这样的睡姿 倒是会让彼此感到有个人空间 不会太过于拘束 也能适当地放松自己 不在处于胶着之中 长期以往都是这样的睡姿 感情就会容易出现裂痕了 三 四肢纠缠 四肢纠缠着入睡 说明了两人心中有满满的爱意 这是一种缠绵的行为 大多会体现在热恋期的情侣中 这样的睡姿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亦能感受对方的温度和心跳 但这样的睡姿 却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舒服的 必定会有一方觉得别扭 所以这样的睡姿也不适合长期拥有 毕竟时间久了 可能矛盾也会出现了 四 勺子拥抱 勺子是睡姿 顾名思义是跟勺子一样 男人从后背拥着女人入睡 这是恩爱夫妻的日常表现 这样的睡姿表达了 男人想要保护她和占有她的意思 亦能带给女人足够的安全感 这样的睡姿能够很明显的知道 男人和女人是否有矛盾 争执 若是有了矛盾必定不会这样入睡 若是依然保持勺子是入睡姿势 代表了两人依然是甜蜜和幸福的 五 面对面拥抱 这是新婚夫妇体现宠溺的睡姿 面对面拥抱对方入睡 体现了满心欢喜的爱 睡前和醒来都能第一眼见到对方 而男人抱着女人这样睡 也体现了一定的宠溺感 毕竟这个睡姿大多都是女生枕在男人的手臂上入睡 同时也让男人牢牢地抓稳了对方 不需要害怕她会突然溜走 六 女人靠在男人身上 男人单手搂着女人 女人靠在男人的胸膛上入睡 是很多女人所憧憬的睡姿 也是一种浪漫的睡姿 因为这样睡觉 能够贴近对方的胸膛去倾听她的心跳 感受她的温度 这是一种很有安全感 也很有爱意的表达方式 同时 这样的睡姿 也能给男人一种霸道的感觉 满足她内心的虚荣心 二 退休老年夫妻怎么相处才会过得舒心 六十五岁老赵 坦诚相待 真情相拥 老年时段 是人生最为艰辛的时期 都说老来难 其中就有夫妻间的相处难 彼此都相伴了几十年 闭着眼睛 听着脚步声 都能够感知到是自己的老伴回来了 退休后 就算是进入了老年时期 夫妻两人都闲在家里 如何相处才能让彼此的老年生活 过得舒畅舒心呢 有的老人会说 我和老伴之间早就成了一个屋檐下的室友 还有的老人说 都一把岁数了 哪还有年轻时那般激情 早就分屋分床睡了 说不到两句话就会抬杠 那么退休老年夫妻怎么相处才会过得舒心呢 六十五岁的老赵坦言 夫妻之间要坦诚相待 彼此要相互尊重 尤其是漫漫长夜的时候 彼此能够真情相拥 老年人的肌肤至亲 才是我们老人内心的安定要 那老赵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情况呢 是否与众不同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赵的字数吧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 已经退休五年了 老伴比我小七岁 不过他早就退休了 我们的独生女在外地成家生子 因为守着亲家禁 我们老两口就清闲了 我和老伴是工作时期 相识相恋结婚的 老伴最初来到我们单位 是我带着她 她是学徒 我是她的师父 谁知随着接触的多了 这个小丫头居然走进了我的心里 当年很多朋友说 我是老牛吃嫩草 我当时已经二十八岁了 老伴刚刚中专毕业 老伴是个活泼开朗的性格 总会说些意想不到的些后语 逗得我这个清心寡欲的人 也动了烦心 那时过年 交通没有现在发达 网络更是落后 电话都少 老伴回老家跟父母过年 短短的一周时间 我感觉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 终于等到上班了 我又可以看到老伴了 我第一时间跟他表白 倾诉了自己对老伴的爱慕 表示自己这一周是醒着也想他 睡着了梦的都是他 就这样 我们谈了半年的时间 赶上单位分福利房 我们顺利领证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有过甜蜜的蜜月 也有初未人妇的迷茫 人到中年的时候 也曾经受到过来自心灵的考验和洗涤 我们终究还是牵手走过了岁月的打磨和魔力 直到老伴退休的时候 应该是更年期的缘故 老伴的脾气性格突然就不一样了 我也曾想过放弃 后来看到身边一个朋友的媳妇 因更年期的痛苦 狠心地丢下了孩子和老伴走了 朋友家的这个事情对我冲击很大 我开始反思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上网学习 我明白了 作为老伴 作为男人 我应该如何应对老伴的更年期 我们经历了三年的魔力 老伴终于走了出来 首先 我带着老伴一起报名了市区里的太极拳的学习 然后就是对老伴的温情相伴 不论老伴说什么 我都会微笑着面对他 有时也忍不住 但我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借着给老伴脑背的机会 跟老伴温言细语地闲聊 如果老伴愿意走出去看看 我也会主动查旅游资料 尽量让老伴的心情愉悦 彼此坦诚相待 这样在老伴的心里 就不会觉得自己老了 我嫌弃他了 等到我也退休了 老伴的更年期差不多好了 不再乱发脾气 也不会莫名其妙地出大汗 老伴有时想起来了 就会很温柔地坐到我身边 如果在沙发上 他就会把头躺在我的腿上 跟我说 老头子 谢谢你对我的宠爱 这辈子跟你在一起 真的是我的福气 此时 我会跟恋爱时期那般对他 低下头轻轻地亲吻他一下 然后什么也不说了 就这样静静地享受一会 此时的我们 彼此的感觉都特别好 以前 家里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我做得多 现在退休了 反而老伴说 该他宠着我了 整天变着花样 做各种好吃的 还经常上网 看别人怎么做的 老伴也跟着学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说 他们夫妻间 早就不在一起了 哪怕不是分房睡 彼此也像是 睡在一张床上的朋友 根本就没有什么 肌肤之亲的事情 到了这个岁数 想着还能像年轻时 那般勇猛 是不可能的 即使吃些药物 那也是很伤身体的 可我觉得夫妻间 若彼此能够到了晚上 相互给对方挠背 然后彼此相互抱会儿 再拉着手入睡 那比什么都好 现在我们老两口 每天准时十点半上床 老伴会直接在床上趴好 等着我关灯给他先挠背 我们会在彼此相互挠背的时候 闲聊一会儿 然后拉着手 在漫漫长夜里 彼此温暖着对方睡着了 有次跟一个朋友说了 我和老伴是这样睡觉的 朋友还笑话我 说都是老数值了 即使有肌肤接触 也不会来电了 可我觉得 老年夫妻想要把日子过好 过舒心 还是需要夫妻间 有肌肤之亲的 彼此还在乎这些 说明彼此的内心都有对方 如果连对方的身体都不愿意碰了 那样会让夫妻之间产生嫌隙 对老年人的生活不好 想想寒冷的夜晚 老两口彼此相互牵着对方的手 在言语上再做些交流 不仅让心灵相拥 更能够让心境安宁 老年夫妻这样相处 既能让夫妻间的感情稳固 又能够增加老年夫妻间的默契 以及婚姻家庭的安稳和平静 还能够让老年夫妻间信任度翻倍 彼此的依赖更强 听完老赵的字数 是不是觉得 人到老年 不是拥有多么高的退休金 或者住着多大的房子 才会有幸福感 而是老年夫妻间的那份 相濡以沫的感情 以及彼此相互珍惜善待的那份行动 会让老年人的内心产生幸福感 人在年轻时不论遇到什么 都能够扛过去 可越到年岁大的时候 发现可以依靠依赖的人 越来越少 唯有相伴多年的老伴还在 老年夫妻间相互陪伴 相互坦诚 相互呵护 相互牵手 才会让老年人的内心 在漫漫余生里 越过越觉得自己这辈子 真的很幸福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